歡迎收看電腦遊戲 無限法則 我是倆斯 無限法則呢 今天9月1號在呃... 台港澳正式的先鋒測試了 有點像封測的概念啦 大家趕快去無限法則的官方網站 搜尋Google無限法則 你就可以找到了 然後它... 你就可以報名 然後在9月1號到9月6號還是5號之間 有這個先鋒測試 那過了9月6號就不能晚了 那下一次公開正式營運正式遊玩的時間點 我還不知道 官方...呃...官方網站也沒有寫 反正官方網站有寫的話 大家就知道啦 我一...一律都是看官方網站啦 不會比大家先知道 好 總之呢這個遊戲一進來呢 呃...它就... 嘖... 可以創角色 剛剛是男生角色女生角色 那它的臉型啊 髮型啊 還有一些... 呃...臉上的疤啊 或者是圖片啊 都可以用喔 然後這是女生的髮型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最終選擇了男生 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可愛的臉喔 呵呵呵呵呵 那這個髮型有點韓國男生的髮型 然後這個臉有點無辜的 這個... 這...這...這...這個表情我真的不知道是做壞了還是怎樣 呵呵呵呵 好總之呢我就是打扮成這樣吧 好然後來取名字啦 各位應該也知道我要取什麼名字吧 呵呵呵呵 絲絲感冒交納 對 欸這個納呢 好像有人說 唸挪 欸其實它有兩個唸法 一個唸挪 一個唸那 那我這邊名字 我是唸那 好絲絲感冒交納 有點像絲絲感冒交囊的感覺 好目前遊戲的模式有分 AI模式跟一般模式還有自訂房間 好可是自訂房間跟AI還沒有開放 然後有數據啊 還有時裝系統 哇塞我最愛這個了 拜託趕快出趕快 趕快趕快 出了我一定客了 拜託 呵呵呵呵 好就一開始是給你這套套裝 有點像雪地服 然後這邊補給箱呢 你可以玩遊戲獲得遊戲幣去買 然後可以抽 呃衣服補給箱裡面 然後目前只有開放單人模式啊 然後第三人稱的視角 那我們就直接配對吧 地圖跟之前的地圖不一樣 它是雪地的喔 然後它有三種背包 第一種是散彈槍 然後 還有這個掛鉤就是爬山用的 那第二種呢 是手槍跟這個 有點像降落傘滑傘的東西啊 等於說你從高處跳下去的時候 它可以滑過去喔 就是滑行一段時間 最後一個是滑板 你在雪地上可以快速的移動滑板 然後也是手槍 那我選擇是散彈槍的這個背包喔 因為我覺得剛開始呢 嗯 還是拿大槍還會比較好一點喔 那我選擇跳的 呃它這個遊戲目前這個模式不是跳傘啦 是直接把你送到一個位置 好那我選的周圍呢 其實大家剛剛有看到藍色框呢 就代表說那個地方有人選 所以我附近會有兩個人 那我深層的地方離這個房子有一段距離 我就直接開場就直接收東西開始衝喔 那收起武器是按X啊 其餘 呃 按鍵的東西跟其他的大逃殺類型遊戲 都大同小異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可以按ESC 然後按鍵設定去看一下要怎麼 呃哪一個按鍵是什麼啊 這個我就不教了 然後這邊快速的按F-一些配備 但是我沒有看什麼配備啊 因為附近有兩個人啊 然後走到這邊的時候其實我已經聽到 這個房子樓上是有敵人的腳步聲 只是你們聽不到啊 因為被音樂蓋到了 在這邊 結果我這邊不小心按到空白鍵跳進去了 他拿著手槍喔 他還沒有撿到武器啊 好這邊被他打到殘血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按到六鍵了 解決 OK 然後這邊剛好另外一個也跑過來了 來我快沒血了趕快 補個血補個血 不過他要衝上來了 我先躲到這裡來 好險他沒有看到我 不過我這邊馬上取消補血啊 繼續開槍射他 他快沒..他快死了 OK 安全 撿包補血 呵呵呵呵 好這邊呢 這個房子附近我大概搜過了 然後大家看到底下第二個武器 MPX喔 這個有點像MP5可是他有自帶那個消音器啊 我覺得這把不錯用啊 大家如果喜歡用MP5的話也可以用用看這一把 射速還蠻快的 然後又自帶消音器 我覺得不爛 好這邊拿到一把類似卡98k的巨槍 我忘記是哪一把 反正不是卡98k啦 但是有點..他給我的感覺有點像卡98k 就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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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裝一下有點慢的感覺啊 所以我用的不是很習慣 好這邊開到這一台有點像.. 有點像怪獸卡車的車喔 喔對了 另外這款遊戲是由Garena代理的喔 它是電腦遊戲免費的喔 對免費的 基本上遊戲的載點我都會附在影片的完整資訊 點影片的標題就會顯示喔 我如果寫遊戲購買就是代表說要花錢 沒有寫的話就是直接斬 然後這邊發現敵人一樣就拿這一把 你會發現我幾乎都射不到人 我真的不是很習慣這一把 我就乾脆用這個MPX直接射它 它這邊應該是殘血了 好等它一下吧等它出來 然後這個模式的縮圈其實跟一般不一樣 它的圈不是用縮的 它是圈直接出來 你要在指定的時間內 等一下我先.. 炸它 你要在指定的時間內呢 跑進安全區 等一下它跑出來了 等一下 OK解決 好你要在指定的時間內 跑進安全區啊 如果時間過了你在安全區外 它是直接安全區外的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 一律都開始扣血 等於說它的圈是直接出來 你要直接跑進去 它的那個圈不是用縮的 是直接範圍性的 直接出來 所以你要直接跑進安全區 而不是沒有所謂的跑圈的啦 像我現在看左下角有沒有 這個地圖呢 比較偏藍色有沒有 代表說我還在圈外 然後到時候呢 它準備縮圈的時候 剩兩分鐘左右它會變黃色有沒有 有沒有 代表說它快要縮圈了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它會變紅色 然後等圈縮完的話它會 呃不是圈縮完 等圈直接開始毒人的時候 它會變黑色 好那我這邊就準備開車繼續進圈啦 好大概停這裡好了 有沒有看到這邊呢 黃色裡面就是安全區有沒有 它會有虛線 到時候呢它圈 啟動的時候呢 就代表說 呃你在圈外是 一律一直被毒的 不管在哪個位置 好那現在紅色 代表說只剩一分鐘了 有人開車過來 鋸魚槍應該是打得到車啦 可是 它那個車的 耐久度應該蠻高的 對我這把鋸魚槍來講 因為我這鋸魚槍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射到欸 應該是有啦 可是真的還蠻難射的 蠻難秒的 我不太會用這把槍啦 好這邊呢 喔圈 準備要剩三秒 兩秒 然後我有聽到敵人腳不伸 在左邊的房子 好結果發現我現在還在圈外 有沒有 藍色的 我要進沒有藍色的區域啊 好左邊這個房子的敵人 好像不要 沒有要來喔 好它丟手彈了 砲砲砲砲 不過它是丟樓上啊 我現在想說要不要跟它應戰 可是我想說 我只有一把近距離的武器 就是這個衝鋼槍啊 我還思考 不過我的車停在左邊這邊啊 所以我就直接 喔它就留一顆了 我就直接跑到這個牆角這邊看一下 然後結果發現它從樓上跳下來 我以為它在一樓啊 不知道它有沒有看到我 帶這把槍的這個 這個槍管有沒有被它看到 然後這邊它好像沒有要進房子啊 它繞過去了 我這邊就繞到這邊來 我想說做一波偷襲喔 可是好像只打到它一兩槍啊 我這邊就繼續躲 看它要不要過來 因為它過來的話我比較有優勢啊 這邊做個補血的動作 好它好像還是沒有要過來 而且剩兩分鐘就要那個圈就要出來了 所以我就先開車走了啦 旁邊這雪橇好像是它的 然後我開車走它不死心啊 還開槍射我啊 你看有沒有 然後我這邊不小心撞到了 沒有開好 OK 然後這邊呢我們就進圈啦 然後最後的圈準備要出來 其實最後不是圈啦 最後是直升機來 載我們逃離這個山上 那直升機上面的位置有四個 所以可以有四個人第一名 好我左前方有敵人在開槍 可是我沒看到喔 我在守這個點 因為我現在在圈內 目前沒有看到任何人在移動啊 可能我眼睛比較累啊 看不太清楚 有啦 好最後直升機出來呢 它會在地圖上寫是一個H 代表說直升機會停靠在那個地方 一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先跑了 就基本上就是看誰先 爬那個爬梯上去 最先爬上去就比較不用擔心 附近有人守那個直升機啊 目前上面看到一個直升機的圖案有沒有 代表說欸有四個座位 還沒有人爬上去 有人爬上去它會顯示白色 欸有 有人先爬上去有沒有 剩三個敵人 剩三個人啊 欸四個吧 應該是四個 OK 所以呢你看附近直升機已經有槍聲了 代表說有人已經開始守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比較劣勢啊 應該要像第一個人一樣 最早先跑上去就安全 因為跑上去就不用擔心被打下來了 好這邊就在這邊守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敵人要爬上直升機 它有那個爬梯 我旁邊有那個槍聲很近啊 可是一直沒看到 欸有人 有人靠近了 他應該沒有發現我 好這邊就拿 MPX把它解決掉 現在剩兩個敵人 好四個人是包含我嘛 所以剩三個敵人 可是有一個敵人已經上去了 所以等於說剩兩個敵人 好這邊只剩一個敵人了 最後一個敵人了 好最後一個敵人他要爬上去囉 好前面砲槍 不過最後把他收掉了 五個 呃五殺了五殺了 好接下來右上角的存活人數剩兩個嘛 一個是我一個是在飛機上面的那個人 直升機上面那個人 可是我其實我沒有玩很久 大概玩兩三場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 呃 就是那個人數算 有算上那個上直升機的人 我這邊還在看附近有沒有人 你看我還在找掩體 我怕這個塔上面有人 然後剩十 呃剩十六秒 我想說好吧 賭吧 就直接上去了 好爬這個也要時間啦 結果你看喔 直升機上面剛好就有一個人了 哈哈哈哈 他在上面等我等很久了 好第一名了 好我們就 呃 這可以可以說雪地吃雞了嗎 好第一名 殺了五個玩家 還不錯 好那總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遊戲呢 目前在9月1號到9月6號 呃 先鋒測試 有點像封測的概念 所以趕快去官方網站下載 呃 GGC就是進擊通 Garina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安裝這個遊戲去玩囉 然後呢 呃 記得也要申請這個先鋒測試的資格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